无机馆的爱与自由 第一章 冬夜的造访 京城的冬天格外寒冷 白雪覆盖着街道 四周静谧的让人不寒而栗 这天晚上 无机馆中传来悠扬的情声 似乎在诉说着一段古老而又悲伤的故事 就在此时 一个姑娘的身影出现在了无机馆的门口 她的脸庞轻力无双 宛如折仙下凡 我找贵人 恳求能给我一个翻身的机会 姑娘的声音轻柔却坚定 眼中透着不屈的光芒 无机馆的主人 名叫李成 是京城里炙手可热的全臣 声量鹦鹉 战功赫赫 她一向不拘小节 性子野汉 但此刻却被眼前的姑娘吸引 心中那个理想中的女人 竟然亲自送上了门 别怕 既然你找上了我 我会帮你摆平这一切 李成轻抚她的脸颊 声音中带着一丝安慰 第二章 成为心肩上的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 姑娘在无机馆中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李成将她示弱珍宝 细心呵护 她也用自己的智慧和手段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京城里的流言四起 众人皆知李成心肩上多了一个女人 皆想一窥究竟 在外人眼中 她似乎成了李成的群下沉 甘愿为她所用 然而 姑娘心中却有着自己的打算 她向李成提出了两年的约定 希望能在此期间获得自由 我只想自由 不愿受世俗的束缚 她冷静地告诉李成 李成对此心中有些不快 但也尊重她的选择 心中却暗自发誓 定要用真心来改变她的想法 第三章 自由的渴望 两年过去 姑娘的心情越来越复杂 她曾经享受过李成的关爱 也感受到她的真挚情感 但对于自由的渴望始终存在 终于 两年期满的那天 她决定离开京城 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她的恩师得之后 赶来协助她感恩关系 帮她策划逃离京城的计划 他们在船上相约踏上自由之旅 心中充满期待 第四章 拦截 然而 就在他们准备跟船的时候 李成却突然出现 眸光阴沉 脸色凝重 你拒绝我的心意 拒绝我的大婚 现在要跟她走 我只想自由 姑娘毫不畏惧 面对李成 心中却也泛起一丝不安 李成的心中无法平静 心里的怒火和不甘交织在一起 她曾经承诺过要给她自由 但此刻却发现自己无法放手 跟我回去 其他的事 都依你 她低沉的声音如同雷霆 让她感到压迫 第五章 抉择 姑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她面对着李成的诚意与深情 心中却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这一刻 她明白自己心中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 我需要自由 而不是被束缚 她回答道 语气坚定 李成感受到她的决绝 心中愈加不安 她想起了她在无机馆中的种种努力与奋斗 心中既惊又痛 难道自己真的要失去她了吗 第六章 心之抉择 姑娘的决定让李成震惊 她深知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却也无法放下对她的感情 她心中的痛苦仿佛撕扯着她的灵魂 我愿意给你自由 但我希望你能考虑我们之间的感情 李成嘶吼道 内心的挣扎让她几乎失控 我希望能有属于我的生活 而不是一场游戏 姑娘的眼中闪过一丝泪光 然而她的心意已然坚定 第七章 选择的后果 李成不再强求 但心中的失落无法消散 她知道自己与姑娘之间的感情将会受到考验 此刻她明白了自由的重要 但同样也明白了爱的价值 那我就放你走 但愿我们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 李成的声音沉稳 心中却有着无法言喻的痛苦 姑娘转身上了船 心中充满了不安与期待 她知道自己的选择会改变未来的生活 但她不会后悔 第八章 重逢的希望 就在她以为一切都已结束的时候 李成却悄悄跟随到了船上 她心中虽然不愿面对 但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她的情感早已超越了自由的束缚 我会找到你 不论你在哪里 李成的心中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她 两人的命运因为这次的选择而交织在一起 无法割舍 姑娘站在船上 目送着李成的身影消失在海面上 心中既有不舍 也有着未来的希望 第九章 自由与爱 传在波涛汹涌中实相未知的彼岸 姑娘的心中渐渐明朗 她明白 爱与自由并不矛盾 她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 同时也能保有爱情的美好 而李成则在后方默默守护着她的自由 心中深知 若要真正拥有她 必须让她感受到爱的力量 而不是束缚 第十章 新的开始 时光荏苒 姑娘在海上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而李成则在京城中为她默默付出 两人都在为彼此的未来努力 心中暗自期盼着重逢的那一天 终于 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 两人再次相遇 彼此的目光交错 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感动 我们都在追寻着自由 而爱也将成为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李成亲身说到 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第十一章 重拾的爱情 重逢的两人不再是过去的那对心怀怀疑的恋人 而是一起经历了生活的起伏后 心灵更为契合的伴侣 姑娘明白 爱情的真谛在于彼此的理解与支持 而李成也学会了尊重与包容 两人携手走进新的生活 无论未来有多么艰辛 他们都将一同面对 自由与爱终于在彼此的心中找到了平衡 第十二章 爱的约定 在他们共同的生活中 两人都为彼此的梦想而努力 李成将心中的爱化为行动 而姑娘则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着这份爱 我们的爱情会如同这片海洋般宽广 姑娘笑着说 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李成轻轻握住她的手 心中充满感激 无论何时何的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守护着我们的自由与爱 第十三章 未来的希望 故事在京城与海上的交错中达到了高潮 两人一起面对生活的挑战 心中都怀着未来的希望 他们明白 爱情不是束缚 而是彼此的依靠 在未来的日子里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他们都会一起面对 因为彼此的心已经紧紧相连 永不分离 第十四章 结局 这个故事的结局 既有自由的追求 也有爱情的坚持 姑娘与李成的关系经历了波折 最终在理解和包容中 找到了彼此的幸福 他们的爱情如同那片浩瀚的海洋 广阔无垠 永不止息 第十五章 回答了 第十五章 回答了 以后する时代的一个模型